來 麥哥 是 難得你約我 看看東西剛剛吃 好 什麼時候回來香港? 回來幾天了 真是健碩了 看來飛虎隊的操練真的有效果 別笑我了, 麥哥 麥哥 其實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可不可以在我生日的時候 不要再送什麼高達、麻麻痺女的東西給我 你知道嗎?你送完給我之後 我被同事笑了好幾年 對不起, 你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 當年躲在阿成身後面 經常說要捉賊、拯救地球的孩子 早兩天, 我去過浩原 拜阿成和馬阿楓 那時候的飛虎五兄弟 現在剩下三個 阿樂 其實我這麼多年最緊緊於說的 就是當年阿成死在我面前 是嗎? 我沒有了那個阿哥 你就沒有了那個好兄弟 你不會讓我好受的 是嗎? 這次你們飛虎隊受到重創 我回來香港之前已經知道了 希望你好像當年一樣 這麼堅強地面對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幫兄弟完成任務 做飛虎 是非常考驗心性和意志的工作 好, 衝鋒陷陣, 前赴後繼 只是做飛虎最基本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學會面對生死無常 你這個例子的故事是要來說服你自己 你這幾年都是不要命地打擊罪案 做了國際刑警 做了最出色的華裔警察 不如你告訴我, 這次回來有什麼事 是不是有個案子? 現在飛虎隊也學了查案嗎? 身為一個警察 無論到哪裡, 維護正義我們一定要做 你是想維護正義, 還是想報仇? 是, 飛虎可以說是精英 但是每次做事, 我們都很被動 每次都要等別人出手 我們才可以還擊 我不想這樣 你別忘了 飛虎也是紀律部隊, 一定要遵守法律 不可以每次都被情緒左右 這樣很容易迷失方向 但是范上是你的兄弟 你不想幫他報仇嗎? 我相信正義, 相信天理 也相信警察終有一天會抓到他們 將他們乘此愈犯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頻道 Like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